銀行股當然大一方面都是看著加息因素 或者環球性央行都是在走這件事的因素 這個我想接下來在短期 當然是否整年我自己都覺得仍是可觀的 但當然短期可能可能是二、三月的時間 我相信這堆股份仍然反覆地會偏强些少 因為畢竟這刻仍然在說 三月份 特別是美聯署那邊 有多大機會是停了收水之後 就馬上加息 雖然我之前也說過的 加息是否等於加十次八次 真的完全有效壓低通脹呢? 未必完全是 因為這次通脹也說過很多次 不是完全由水球端帶動了 有些是供應方面是影響的 所以加息不會說供應那邊是有什麼改善的 但是也壓到需求那邊一點 經濟帶回到那邊一點 而連帶來今年到第四季的時間 美國還有一個中期選舉 所以我相信拜登 雖然這樣說 美聯署雖然大家覺得是獨立 但我明顯是不獨立的 所以我相信在越來越近中期選舉 比如可能到七、八月打壓開始 其實美國就不敢說加得太密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可能在這個上半年 其實會寧願加力度重一點 或者次數比較密一點 儘量壓低一些通脹 然後可能下半年就會不加那麼多 所以我想對整個上半年來計算 例如銀行股 我覺得依然維持一個比較樂觀的看法 而連帶來 因為有那麼多短期性加息的力度 比較大一點的時間 對股市方面 當然未必說特別是非常之強勁 始終都有些壓力在